欢迎收看电玩Top5 我是韩克 观众期待的《宝可梦大集结》又来了 想必最近应该有不少人 因为手机版的释出 进而加入了这款游戏 但如果你还是新手 目前对于游戏的机制 或者是主流打法 还不太清楚的话 建议你可以点选右上方连接 到我们第一支影片教学 我相信一定对你非常有帮助 好的,我们言归正题 有鉴于最近一些新朋友加入的时候 常来问我 诶,我要练什么角色比较好 哪些角色比较容易爬分 所以我就决定 这次影片要来推荐大家 几个不错的宝可梦 来给大家进行深度的讲解 当然以下这些宝可梦 也不是单纯我喜欢 或者是随便乱选的 我整理了亚服积分 前100名玩家最常使用 与胜率最高的宝可梦 来当作这次的数据 推算出高手最爱用的5只宝可梦 给大家介绍 如果说这些是金字塔最顶端玩家 最常使用来爬分的宝可梦 那把他们当成最适合出场 或者是当前版本最强的宝可梦 大家应该没意见吧? 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入榜的前5名角色宝可梦 有哪些吧! 刚出场时跟神一样的存在 就算历经过削弱出场率 依然超高的水剑龟 在这次的排行榜中 以31.5%的出场率 拿下了第5名的位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先前大多都是点高速旋转与喷水 在这次改版后 则都改回了冲浪与水炮的配置 所以大家在点技能时 建议还是要注意一下 现在还是比较建议 携带冲浪与水炮这两个技能组 持有物的部分 除了要带主流的 气势投胎与救援屏障 最后一个可以考虑 新推出的讲究眼镜 可以帮助你的技能 在后期增加不少伤害 而为什么水剑龟 会这么受高手喜爱呢? 这就不得不提 让他又坦又有伤害的技能组了 其中可以特别跟大家提到的是 水炮这个技能 在越靠近敌人时 伤害则会越高 所以大家可以的话 尽量一定要贴着敌人施放 另外冲浪的部分 除了可以当做一个 超强的控场技能之外 还可以拿来当做位移技能逃脱 如果冲得好 让你有机会冲到后排 水剑龟绝对可以 给予对手极大的压力 他配上超强的集结大绝 不仅是抢龟抢鸟的好帮手 还是你残血反杀的杀手锏 因为水剑龟的被动技能 是在血量低于一半的情况下 会增加攻击 所以集结大绝尽量还是 半血以下的情况再释放会比较好 这样才能打出最大的输出量 自从终极吸取与花瓣舞收到增强后 基本上所有妙蛙花玩家 都会选择升级这两个技能 不仅持续伤害量超多 而且那个在场上吸了又吸的终极吸取 直接让妙蛙花变成一个 又坦又痛的存在 推荐持有物同样是主流的双头戴 以及救援屏障的搭配 技能不用多想就是点选上述所讲的两招 其实我还蛮推荐新手玩家玩这支宝可梦的 操作难度并不高 战斗时只要开启花瓣舞到敌人脸上 按终极吸取并疯狂频A 就能打出爆量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技巧是 如果在花瓣舞有打到敌人的状态下 按终极吸取 是有终极吸取的CD减免效果的 大家可以依靠这个特点在会战中疯狂吸人 包手会让想杀死你的敌人相当难受 也有圆滚滚的身体 萌萌的外表 也有喜爱唱歌的胖可颠 在大集结中是个非常优秀的近战辅助 自身的坦度不错 加上技能的控制效果非常强势 在会战中总是会被他控的不要不要的 这是让人又爱又恨 只要能和队友配合得好 绝对能在团战中打出优势 在这边个人比较推荐学习的技能组合是 唱歌和连环巴掌 唱歌属于范围技能 当胖可丁使用唱歌技能 使在范围内的宝可梦移动速度会下降 等在头上累积满4个音符后 将会进入2-3秒的睡眠状态 同时降低防御和特防 强化后还可以延长睡眠时间 真的是个相当不错的团战控场剂 而连环巴掌不仅能造成瞬间伤害 被命中的宝可梦也会降低移动速度 那个清脆的啪啪声也相当疗愈了 持有物的部分除了主流的七世头戴与救援屏障外 可以选择携带学习装置或是得分护具 学习装置可以淋补辅助角色在等级落后上的不足 而护具搭配上胖可丁的控场技能 则是可以在前线得分时带来一定的帮助 相信这样操作简单的萌系控场精灵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有鉴于前白许多高端玩家们都是以舞台出场 而一个队伍最不可缺少的自然就是奶妈这个角色 而白蓬蓬这个元老级的辅助出场率当然也不会低 其中白蓬蓬的技能组合多半常见都是 携带青草搅拌器以及棉花防守 青草搅拌器是瞬间施放直线攻击 而队友走在攻击的轨迹上会增加移动速度 技能强化后的攻击轨迹还能在短时间内降低敌方的命中力 棉花防守则是可以给队友护盾减少受到的伤害 在一定时间后可以回复少量HP 在团战失业是相当有用的辅助技能 而白蓬蓬的集结大招施放后会漂浮在空中自身进入无鱼状态 再次施放或是技能结束落地时可以击退技能范围内的对手 并且回复范围内队友的HP 可以说是多个愿望一次满足啊 另外个人觉得值得一提的是白蓬蓬的被动技能也是相当不错的技能 当自己受到一定伤害时不仅可以造成敌方宝可梦伤害 降低敌方移动速度之外 也同时会回复自身HP增加移动速度 大幅降低了死亡几率 虽说改版后逃不过削弱的命率 增加了技能CD时间及减少了回复量 但在施放技能前多多考虑一下 相信白蓬蓬仍是辅助的首选 俗话说一代本本一代生 但路卡利欧这只角色不管历经了几次改版 他却一直都是高手们最常掏出来使用的宝头梦 这次以超过三分之二的73.5%出场率 斩获冠军的位置 从起初比较推荐的增强拳流 一直到最近开始兴起的神速流 不管哪个流派 几乎都能让你在游戏中成为战场上最闪亮的一颗星人 首先路卡利欧本身就是一只相当高人气的宝可梦 但如果论操作难度的话 其实比起上面介绍的另外四只 他也相对比较需要花时间修炼的 如果这里硬要从流派中二选一的话 我会推荐近期比较流行的这个神速流打法 技能就是神速搭配鼓棒乱打 持有物我会推荐气势头戴与救援屏障搭配上力量头戴 战斗中 神速技能只要最远距离命中敌方宝可梦时 便可重置技能的冷却时间 并恢复自身的HP 所以在会战中只要看到人群往里面冲很高几率 就能刷清冷却时间 而且对手看你这样冲来冲去基本上也很难抓到你 搭配苦攻被动皮A不仅伤害高 还能因为神速的鬼血效果让你顺来顺去很难倒下 不过还是建议要学会抓距离起初我在练习时 时常因为没抓好技能距离 出现近的去出不来的情况 虽然还有一招鼓棒乱打可以自救 但还是需要一些进退场的技巧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前面讲的一句话 要花时间来多多练习 不过路卡利欧的集结大招相对就比较难用的 施法需要蓄力伤害也不是特别高 但它可以当成一个增加自己Buff的技能来使用 快到倒下时只要开启便可获得护盾与移动速度 让你从残且时再次复活成为一维火龙 以上就是这次宝可梦大集结五大高手使用率最高的宝可梦介绍 看完不知你是否也看得预有未尽呢?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哪只宝可梦的深度介绍的话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会根据留言来决定要不要另外制作下一支影片 那么电玩再次配的宝可梦大集结单元 我们一样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